嗨,大家好,我是王涵 那接下来呢,会帮大家上到的课程是服务流程与设计 其实说到服务流程与设计 其实这样的专有名词跟关键词 我相信已经马虎红很久了 那其实谈到服务流程 我们会发现流程可能在设计的方面都是非常有型的 比如说一个环节怎么样接到下一个环节 这个东西叫做流程 可是这关键之中到底是什么让流程跑得够顺畅 到底是什么让顾客离开了以后记住了这个服务 到底是什么让顾客觉得 这个服务与众不同而且独树一格 其实还是关键在于人 那人是不是在服务中可被设计可被控制的因素呢 其实这是我通常在做实体店面服务的信念里面 我认为是可以的 所以在整个课程里面我会把重点都聚焦在 人的情绪人的说话方式 人今天给人的互动的感觉 能不能够被设计 能不能够被因为透过设计 而让顾客感觉到一个更温暖 更舒服 更属于他们自己的客制化服务呢 这就是我到时候会给大家的一个课程内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